马克思总统 马克思总统举行会谈 李克强总理栗战书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马克思总统 两国领导人将重点就双边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规划和引领中非关系未来发展 新冠疫情发生三年来 中国政府始终秉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科学精准原则 应时应事优化调整防疫措施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为全球团结抗疫和世界经济复苏 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致病例减弱 和中国疫苗接种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 中方正平稳有序推进防控措施调整转断 目前疫情形势总体在预期和可控之中 我们希望日方客观正确看待中国疫情形势和防控政策调整 科学适度采取防疫措施 有效保障两国正常人员往来 中国政府根据新冠病毒感染形势新发展 基于科学理性分析判断 本着审神态度 对疫情防控措施做出优化调整 并采取一系列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举措 相信将极大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增长 中方始终认为 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 不应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 我们也注意到 近期多国卫生健康专家认为 从科学的角度看 没有必要对中国旅客实行入境限制措施 连日来 很多国家表示欢迎中方 制定便利人员往来政策 不会调整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措施 希望各方继续秉持科学原则 携手保障各国人员安全往来 为国际团结抗议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力量 连日来已经有多位多国的权威的 医学专家表示 没有必要对来自中国的旅客 采取入境限制措施 我们要指出的是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一直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 同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 分享有关信息和数据 第一时间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为各国的相关疫苗和药物研制 做出重要贡献 日前中方有关部门通过全球流感 共享数据库 分享了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 病毒基因数据 中国有关部门将继续密切监测 病毒变异情况 依法及时公开透明 发布疫情信息 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 疫情挑战 中方发布中外人员往来 暂行措施后 不少国家反响热烈 积极欢迎中国游客到晚 中方将结合中国公民出行意愿 恢复中国公民赴具备条件的国家旅游 中方将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 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提供相应服务和保障 适时启动相关工作 美方长期以来 频繁派舰机对中国进行抵径侦查 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美方的挑衅性危险行动 是引发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此类危险的挑衅行动 停止倒打一耙抹黑中方 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并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 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我们历来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访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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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适温